1881年11月8号 唐旭铁路正式通车 这条全长9.7公里的铁路 是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李鸿章率领着一众官员 亲自登上火车体验 火车以30公里的速度 从唐山到旭客庄开了一个来回 赛场的人全部都是欢欣鼓舞 沉寂在喜悦之中 李鸿章等待这一天 等得太久了 晚清洋务派的官员 等待这一天 等得也太久了 清朝从第一次提出修建铁路 到建成第一条铁路 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 但是没过几天 火车开通的消息 就传到了慈禧的耳朵里 慈禧大怒 下发玉址 蒸汽机火车头立刻停止使用 于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出现了 在标准化的铁柜上 几匹罗马拉着一车一车的煤炭 往返于唐山和旭客庄之间 这个情景被后人用电影的方式 给予了深刻的纪念 马拉火车这跟当时落后的庆盟朝 还真是有点匹配 我们之前讲鸦片战争的时候说过 鸦片战争之后 满清的身子已经被拖进西方世界了 但是脑袋还是不愿意进去 思想还是没有改变 火车这个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技术 已经强行地进入到清朝的土地了 火车上满载的是这片土地上 最宝贵的煤矿资源 但是这最先进的火车头 最先进的技术理念 满清朝廷却硬实不能接受 李鸿章也毫无办法 只能先用罗马来拉火车 这个场景虽然可笑或者说可悲 但是唐旭铁路毕竟留下来了 后来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可以用火车头正常运行了 这条唐旭铁路并不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在它之前还有两条洋人间的铁路 只不过建成之后都被清政府给拆除了 第一条是1865年 一个叫杜兰德的英国商人 他在北京的宣武门外 修建了一条500米长的小铁路 他还在万里之外通过轮船 运来了一辆火车 杜兰德他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 是为了展示和宣传 他想让清政府直观地看到铁路的好处 但是当清朝的官员和百姓们看到火车在铁路上 迅疾的行事之后 他们大惊失色 看到的人形容说 一个狂叫着的钢铁怪物 冒着浓重的黑烟 瞬息千里 简直是个妖怪 这些说看到钢铁怪物的人奔走相告 一时间 竞争之内充满恐惧 朝廷赶紧下发指示 必须拆除铁路 步兵统领衙们急忙拆掉了这段铁路 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这就是清朝修建铁路的开端 修铁路这个事 伴随着晚清的最后五十年 争议一直都没有停止 清朝修铁路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洋人大力建议要修铁路 清政府坚决不修 第二个阶段是洋人偷偷修 朝廷发现之后给拆除了 然后清廷的洋务派偷偷修 朝廷不让正常运营 第三个阶段是朝廷决定要修 但是钱不够 只能慢慢的修 第四个阶段是全国开始疯狂的修铁路 借钱也要修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 伴随着铁路路权的国有化 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 这成为了压倒清朝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天我们再来聊聊清朝修铁路的故事 最早建议清朝修铁路的是外国商人 鸦片战争之后 五口通商 来清朝做贸易的洋人越来越多了 这些洋商很快就发现 光打开清朝的口岸还不够 清朝的交通建设实在太落后 通商口岸的货物很难运到内地 货物要是能流畅地运到内地 贸易量肯定会大幅增加 洋商就想让清廷修铁路 方便他们打开内地的市场 1863年7月上海的27家洋行联合给江苏巡抚上文件 请求修建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 同一年英国工程师史蒂文森在英国伊核洋行的支持之下 向清廷提议 请求修筑以汉口为中心的铁路网络 1865年 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铺设了小青铁路 就是我们开始说的那条铁路 他想要通过实物展示的方式 引起清廷中央的兴趣 从里衙门在接到洋人的请求之后 就开始了多次的探讨修铁路这个事 经过长时间充分的讨论 结论是从中央大员到地方巡抚 几乎没有人支持修铁路 当时清廷的官员们对于修铁路的担忧 总结起来是三个方面 第一资敌 第二病民 第三失业 第一点资敌 大家担心修了铁路之后 中国的山川险祖将会失去作用 洋人可以随便往来 等于门户打开 自毁国防 湖光总督官文说 洋人表面上是想谋取更多的商业利益 但很可能另外怀有政治方面的秘密图谋 江苏巡抚六坤一说 修了铁路之后 我们的关爱禁食 国防可能会崩溃 两江总督马信仪说 铁路有利于洋人随便往来 便使得大清境内处处都有洋饼 处处都有洋人 然后就会处处都有冲突 祸患无穷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病民 修了铁路之后 洋人的工业化商品 就会很快地进入到内地 这样就会破坏清朝原有的 自喜自足的以农业为本的经济模式 第二个冲击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生计问题 有可能会激化朝廷和民间的矛盾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失业 曾国藩说 修铁路必然会破坏马车夫 人力车夫 教夫和旅店的生意 这些人没了生路 一定会闹失 这三点呢 就是朝廷大臣的基本观点 当然啊 还有人说会破坏风水 这也是当时考虑的因素 不过有一个人 跟大家的主流意见不一致 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结论 跟大家是一样的 他不同意修铁路 但是他的不同意 是不同意现在修 他认为 现在不修 应该未来修 李鸿章说 他承认铁路是个好东西 清廷应该修 但是呢 修铁路要花大量的钱财 清朝现在的财政无法支撑 修铁路这个事 只能自己修 不能交给杨阳来修 所以既然现在自己没先修 就宁可不修 咱们未来再修 这就是清廷第一阶段 对铁路的意见 是拒绝修建的 洋人就一次一次的提意见 一次一次的碰壁 但是修铁路有巨大利益 洋人不会放弃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 1868年的中英修约上 他们计划在修约的时候 强行的把修铁路 加入到条约里面 宋伯帆曾经问过李鸿章 他说 在修约的时候 你有什么应对洋人的方法吗 李鸿章说 我跟洋人交涉 不管他说什么 我只跟他搭痞子枪 李鸿章说的痞子枪是什么呢 我们看他给宗理 衙门生的作者 他写的大概意思是 如果洋人 非要把修铁路 写入到条约里面 那我们可以跟他们讲 修铁路这个事 找我山川 害我填炉 爱我风水 占我民生大忌 百姓肯定会骑抗争 拆回铁路 要是真发生这一幕 你们不能要求大清官府 去抓捕百姓来治罪 也不能要求我大清提供赔偿 这可能就是李鸿章 他说的痞子枪 不过呢 李鸿章的痞子枪也没用上 蜻蜓通过跟洋人沟通 起了很大作用 这时候清廷的总理衙门 实施各种的改革 包括创办同盟馆 包括请美国人蒲安臣 率领外交使团出访欧美 总理衙门的这些动作 就使得清朝在国际上 树立了一种正在努力的 走向开放的一个形象 先是在1868年7月 美国驻华代表魏三魏 把中国发的意见 完整地转移给了美国国务院 中国发的意见就是 修铁路必然会破坏马夫 破坏人力车服 教服和旅店的生意 这些人没了生意 肯定会闹事 美国代表魏三魏 还提供了他自己的看法 他说 那些靠体力劳动谋生的清朝百姓 如果生计突然被轮船 或者铁路来替代 确实可能会造成 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他们会成为清朝统治者的 严重灾害和真正的危险 魏三魏的立场 在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了美国驻华师者 蒲安臣的影响 蒲安臣代表清廷 和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在条约里面有规定 说美国不干预 不过问清朝的内政 比如说电线铁路等 清朝什么时候要制造 由清朝皇帝自主决定 美国不干预 美国所能做的是 如果清廷需要技术和人才 美国都愿意派出技术工程师 魏三魏和蒲安臣的态度 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美国的政府 美国政府就给驻华外交官发出指令 不允许用武力或者其他手段 威慑清廷 开放铁路和电报的建设 大约是同一时间 英国驻华公司 阿里国也收到了英国外交部的指令 阿里国接到的指令是 英国上人要求在清帝国内修筑铁路 且希望这一诉求写进中英条约之中 这种策略是有问题的 关于铁路和电报 不能作为一种条约的权利来提出 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态度 已经很明显了 他们放弃了用外交手段 强行把铁路和电报引进清朝 他们这么决定的原因也很明显 阿里国说 对于英国来说 保全清帝国时期不至于瓦解 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 要想做到这一点 唯一可行的方法 是宽容的政策和逐渐的改革 阿里国跟英国上人说 我们是不能强行要求清廷的 你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1872年 1872年通知皇帝亲政 看到时候是否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外国上人就把希望寄托在了1872年 1872年通知皇帝亲政 不过清廷的政策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于是有一部分外国上人就按捺不住了 他们开始偷天换日 在上海 一和洋行买了一块土地 他们跟上海道申请 说要在这块土地上修筑一条马路 审批下来之后 一和洋行实际上 是在这条马路上面修建了一条铁路 这条铁路就是乌松铁路 乌松铁路全长14.5公里 虽然是外国人修建的 但是这条铁路 是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条运营铁路 当时外国上人的想法是 你们不让建 我们也建起来了 只要蜻蜓看到铁路的好处 自然就会认可 就算还是不认可 蜻蜓在处理的时候 也得衡量一下跟英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洋商想通过这种方法 生米煮成熟饭 让清朝被迫承认这个继承事实 当时的上海道是冯俊光 冯俊光发现的时候 修铁路的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 被发现之后 洋商赶快驾进进度 铁路很快就完工了 然后机车升火鸣笛开始是运行了 冯俊光向两江总督 沈宝珍做了回报 沈宝珍上报给了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的反应很激烈 立刻给英国驻华公使 威托马发出召会 要他下令停办铁路 威托马派出使者梅茴利 让梅茴利去上海 跟上海道冯俊光商量处理 梅茴利在去上海之前 他先到了天津 他去拜回了李鸿章 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李鸿章当时已经是 北洋通商大臣了 很多总理衙门的事务 都转到李鸿章那办理了 李鸿章说 你们英国商人 以谎言欺骗 偷梁换柱 实在是太藐视朝廷 要是让你们继续经营 这条铁路 就是对清朝国体的伤害 而且会引起 其他国家商人的效仿 目前最可行的办法 就是让英国商人 把修铁路的成本 核算出来 由清廷来承卖 李鸿章还说 清廷是自主的国家 修铁路这件事 必须自己来修 经营也必须自己来做 梅惠利说 这条铁路 虽然是以英国 伊和洋行为首来修的 但是各国商人都投资了 如果让清廷 把铁路买回去 对英国和伊和洋行来说 实在是太丢脸了 要是你们把铁路 买回去了 不会经营 再找其他国家的商人 代为经营 这个我们就更丢脸了 实在不能接受 梅惠利说 我同意让你们把铁路买回去 但是要由伊和洋行 代为经营 最后双方谈的结果是 清廷出资28.5万两百亿 买断无纵铁路 一年之内付清 这期间暂时由伊和洋行 代为运营 一年之后付清全款 铁路的运营权 也交还给清廷 这场谈谈谈了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在清廷和英国交涉的文件里面 经常能看到民众担心铁路破坏风水之类的说辞 但是铁路正是通车那天 老百姓的反应并不是那样 根据申报的报道 记者在现场没有看到矿疫活动 记者看到的现象是 在铁路两旁围观的老百姓很多 想要搭乘火车的人也很多 坐在火车上的乘客都是面露喜色 在两旁围观的人也是喝彩不断 其实呢 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铁路刚刚出现 底层老百姓也没接受过什么教育 他们还不理解铁路是怎么回事 也不会觉得铁路会给自己的生计带来什么冲击 而且在修这条铁路的时候 洋商们为了讨好沿线的居民 他们在修建的时候就雇佣了当地的老百姓来做工 工资给的很高 他们收购土地的时候 也是以高价成交 那这样呢 沿线的百姓很多人家就都参与到了铁路的建设 很有参与感 所以铁路开通的时候 沿线充满了喝彩声 所以在当时反对修铁路这个事 主要的反对声音不在民间 而是在朝廷 到1877年10月份 最后一笔熟路款交付完毕 乌松铁路就完全归属于蜻蜓了 铁路是否应该继续运营 蜻蜓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 他主张把铁路买下来 他是想试探一下国人对待铁路的感觉 要是运营的好 他希望能使朝廷改变态度 李鸿章在洋务上 比当时绝大多数的官员都开明 他对铁路的态度 一直都是觉得可以试一下的 只是他认为铁路这个东西 不能让洋人来主导了 经过一年多的运营 李鸿章觉得确实还不错 虽然铁路是英国人建的 但是蜻蜓完全给买断下来了 也能自己运营 英国商人也觉得可以接受 虽然路权没了 但是通过铁路可以经商赚钱 不过这条铁路最后的命运 决定权是掌握在了 两江总督沈宝珍的手里 当时在送护铁路 有145名商人联合上述沈宝珍 请求保留铁路继续运营 沈宝珍主镇两江 对洋务也是很了解的 他也知道铁路是好东西 但是在朝廷方面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朝廷里面的清流 天天叫嚷着铁路游损国体 谁干谁就是汉奸 当时郭松涛已经被骂成是汉奸了 郭松涛在伦敦出使 朝中都是骂他的生意 沈宝珍和郭松涛是好友 有了郭松涛的前车之鉴 沈宝珍他也不敢背上汉奸的骂名 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节 他就下了决定要拆除乌送铁路 这条运营了一年的铁路就这样被拆除了 郭松涛直到之后 他说连沈宝珍这样的官员都要拆除铁路 这洋务运动还能怎么搞 最讽刺的是什么呢 最讽刺的是 二十一年之后 清廷又沿着松户铁路的原路地基 铺设的一条新的松户铁路 松户铁路失败了 但是通过松户铁路的运营 李鸿章的态度已经完全扭转了 他相信铁路一定是要造的 而且不能再拖了 1880年末 在李鸿章的授意之下 刘明传上奏请求自主建设铁路 刘明传在作者里面说 造铁路对国防有巨大的好处 铁路可以声势联络 血脉连通 可以运转枪炮 照发席致 让国家又迅速集结兵力和物资的能力 可以使十八省核位一气 一个兵可以当十个兵来用 更重要的是 兵力和财力都将集中到中央手里 无论是平定内乱 还是抵御外地都大有好处 刘明传上奏之后 李鸿章立刻上奏支持刘明传的建议 李鸿章列举了铁路的九大好处 包括沟通南北物流 包括有利于军队运输等等 除了这些好处之外 他更是把之前反对者提到的 修铁路会破坏国防 会破坏风水 会引起百姓的不满等反对意见 诸一进行的驳斥 刘明传和李鸿章的作者 再一次在朝廷里面引发了论战 反对方以李鸿早 汪通和的中央官员为主 他们用刘兮宏的作者加以驳斥 刘兮宏这个人 他是跟郭颂涛出世欧洲的 他亲自见识过铁路的好处 但是他偏偏是个顽固派 这个人以后我们还会讲 以后我们讲郭颂涛的时候 还会提到这个人 刘兮宏的反对意见主要有几点 他说第一 造铁路等于自毁地利 不利于守护国土 第二 大清乃堂堂盛朝 身材有大道 靠造铁路来带动商业发展 是可耻的事 第三 铁路虽然有利于民众出行 有利于商人做生意 但是也会增加很多奢侈 会扩张人的欲望 第四 铁路必然会开山架桥 这会使山神不安 引来更多的汗烙灾害 第五 铁路破坏田路坟墓 会激怒百姓 引发民乱 这场辩论 最终的结果又是没有结果 朝廷继续革置 不过这次之后 李鸿章觉得不能再干等着了 他也开始学洋人的着述了 透天换日 他要自己想办法修田路 当时清朝在建立海军 官办和商办的企业 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大增多 清朝的煤炭最早的时候 用的是土法开采的煤矿 量很少 质量也很差 当用煤的需求量上来之后 都是从英国等国家进口的煤 价格非常高 李鸿章就想在本土开采煤矿 他在英国技术人员的帮助之下 在开平线找到了除量丰富 而且容易开采的煤矿 1878年 李鸿章成立了开平矿物局 然后从海外寄口了采煤机 清朝自己的煤矿事业 就拉开帷幕了 按照计划的时间 1881年就能产出煤来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开平煤矿在滨海平原上 往外运输非常困难 唐听书给李鸿章算了一笔账 唐听书是当时开平煤矿的矿物局总办 他说开平矿挖出来的煤 每吨成本是2.7钱 从矿区用牛车运到炉台 每吨运费是2.2钱 再从炉台运到天津 每吨运费需要一两 再加上税金 一吨的煤就算不赚钱 成本加运费已经是6.4钱了 这个价钱太高了 完全没有竞争力 运费实在是太贵了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修一条铁路 用铁路来运煤 李鸿章这时候 因为要修铁路 已经被朝廷驳回来很多次了 这次呢 他要用一些计谋来修铁路 他让唐听书上奏 是要在唐山和叙克庄之间 修一条运输煤炭的快车马路 在这条快车马路上 用罗马拉车 他没有说用机车 这个奏折乘上去之后 朝廷很快就同意了 1880年5月 李鸿章这条满爆的唐旭铁路 就正式开工了 主持铁路修建的是英国工程师金达 当时因为自信比较紧张 开平矿物局方面 主张采用2英尺5英寸的窄轨距 这是无松铁路使用的标准 也有人主张采用3英尺6英寸的日本轨距 但是金达坚持要使用4英尺8英寸的英国轨距 他说4英尺8英寸的是标准轨距 如果现在用的窄轨距 以后无论是在国外采购机车 还是再修新铁路都会非常不利 他说清朝在未来一定会有巨大的铁路工程 当下这个铁路只是未来铁路系统里面的一段 要跟铁路系统能够接轨 就必须用标准的规矩 这个钱不能省 李鸿章也是权衡再三 他接受了金达的意见 李鸿章的这个决定 使得中国的铁路在与世界铁路接轨的问题上 少走了很多弯路 一年之后 1881年11月8号 唐旭铁路正式通车 铁路使用的火车头 是蓄格庄机车厂 自己制造的一台小型蒸汽机 被命名为龙号机车 也叫做中国火箭号 这是中国自主制造的第一台机车 李鸿章带着洋务派的官员们 亲自乘坐火车体验 大家沉浸在一片欢愉之中 但是呢 没过几天 慈禧的预指就下来了 不准使用机车 就出现了影评开头说的那一幕 在唐旭铁路上 只能用罗马拉装满煤炭的车厢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 一直到中法战争前夕 用煤的数量激增 蜻蜓终于同意了 解除对火车头的禁令 从此之后 唐旭铁路才成为了正常运营的铁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唐旭铁路 不仅是中国自己 投资建造的第一条铁路 也是真正投入运营的第一条铁路 虽然总工程师是英国人 但是呢 他可以算是中国铁路的零公里 唐旭铁路成功之后 李鸿章还要继续修建 他先是把唐旭铁路延伸到了天津 然后他还想继续把铁路修到通州 修成金通铁路 李鸿章这个金通铁路的提议 又遭到了朝廷的反对 朝廷上反对的官员说 铁路修到北京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是有严重的国防问题 李鸿章再次败下阵来 李鸿章他为了能够赢得西太后慈禧的支持 他又想了个办法 他专门给慈禧修了一家皇家铁路 叫西苑铁路 这条西苑铁路完全是修在皇宫里面 南起中海紫光阁 沿中海西岸北行 穿越中海的北门进入到北海的西南门 最后到静心寨的码头为重点 全长一千五百米 因为位于大内西苑 所以叫西苑铁路 李鸿章修西苑铁路的目的是什么呢 完全就是为了哄慈禧玩 他觉得要是慈禧能喜欢上铁路 他修铁路的提案就能顺利一些 在这条西苑铁路修完之后 慈禧也确实是喜欢上了 他觉得好玩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真实的铁路和火车 西苑铁路通车之后 慈禧差不多每天都要坐一趟小火车 不过慈禧迷信风水 他不敢用蒸汽机来牵引火车 他让四个态点来拉着火车跑 这趟皇家铁路还真是给李鸿章起到作用了 李鸿章再次往朝廷上提出 要修铁路的建议的时候 慈禧的风向就明显的转为对他有利了 这就是清朝修铁路 从朝廷坚决拒绝 到李鸿章偷偷的修建 到可以少量的修建铁路的一个过程 最后清朝决定大量的修建铁路 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了 甲午战争之后 很多洋务派的官员就说 因为没有铁路 所以运兵的速度太慢 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张志栋也出来上奏 张志栋说 修铁路可以开发资源 振兴经济 在张志栋之前 大多数的官员 像李鸿章 刘明传等人 都是以军事的角度出发 提出要修铁路 张志栋是以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 写了一篇很长的作者 建议要修铁路 从此之后 清廷就开始大量的修铁路 但是修铁路花费巨大 清廷的财政难以支撑 洋人来借钱来修 修铁路是有巨大利益的 西方国家 英国 美国 法国 比利时 俄国等等 都争着抢着要借钱给清廷 后来呢 还有官商合营 粤汉铁路 川汉铁路 都是官商合营来修的 最后清朝的覆没 也跟铁路有关 慈禧去世之后 朝廷要收回川汉铁路 下令让川汉铁路国有化 而且还不给投资的老百姓 推现金 而是要转为股票 因此呢 四川民间的百姓 就发起了保禄运动 最后连锁反应 发生了武昌起义 好了 那清朝修铁路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对了啊 金章铁路一定要提一下 金章铁路是 1905年开工 1909年竣工的 这是中国第一条 自主设计的铁路 是刘美幼童 战天佑设计的 战天佑的名字 也被后人铭记了 关于刘美幼童 背后也有很多故事 我后面会专门做一期 来给大家讲解 我开通了1921年到1945年的 专题历史课程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开启声音当 我们下期见